说吧 王爷 想我怎么样伺候呢 站好 再不听话 都给你们放到池子里 给你们清蒸了 可是 神君说了 王爷和其他仙人都不一样 不吃饭的话会饿肚子的 如果我们不伺候你 王爷会被饿死的 饿不死 我也是神仙 不用吃饭 回去吧 快快快快 快走 一大早 这么热闹啊 神君是来给我添乱的吧 我可没有这么传达 我们是 我们是真的在 用心刺候王爷 我们是真的在 用心 我们真的是用心 在刺候王爷 这就真心伺候吗 若要伺候 便由神君来伺候吧 好啊 请你们 回池子里去吧 说吧 王爷 王爷 想我怎么样伺候呢 仙子为何而来 我 我是 天君主 天君主我通知避仓王 想着王爷常年在灵界 周深难免占人瘴气 是已在参加百花宴之前 去洗水池进山 今日是去洗水池的日子 我心想着神君与避仓王同住 便带来一些鲜果 我是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好小不小的 什么都没听见 神君先过 若是天君传令 便别耽搁了 快去走吧